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想自己制作小提琴 拜师却平师闭门根 他们就说 可能我现在没有在做 等我住的时候 我再通知你再过来 却从未后来才懂 原因出在 专业记忆者不想培养出竞争者 某种藏私的心态 他因此远渡重洋到英国去学 而且把志情文化带回台湾 我不能说好像主动真理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造就这样的人出来 可能是这边的人文或是风土 从这里出去的人会有一种想要回来 回馈的那种心情 却成为口中的回馈 是努力把琴做好 成为顶尖的志情师 而且愿意传承 其实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算是没有基础 我们耗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就没办法 专心做那种事情 这个纹路不一样 你这样抱的话 它就会一边会逆纹 所以你要打横 刀片可能不够立的 我看这支好了 确成为发现 学志情的人很多 最后成为志情师的却很少 不确定感经济压力 在养成过程里会磨耗掉热情 但他一路走来没有放弃 国子里有客家坚持的任性 就让他们可以想到说 没想到在主动这样的地方 有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 台湾的志情还没有一个历史 也算不上文化 我们尽可能地去交出去 希望他将来可能过几十年之后 有很好的发展 不够吃一饭 应当没得更顺序 不够吃一饭 应当没得更顺序 谢谢综艺老师